他说你今天要做什么 这样不是很方便吗 OK 不过这个部分的话 也是利用这个部分去延伸的 这个是单次查询 刚刚讲的是批次查询 那批次查询的来源就是一个清单 所以那个清单也是一个跑一个回圈 然后做一样的事情 就自动帮你把它完成了 诸如此的应用太多了 如何从网路上捞资料 比如说你像我 其他范例里面有一个 从网路上捞资料 比如说你有个清单 股市有三十几档好了 你要全部把它都要抓下来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方法跟这个很像 先录制聚集 因为聚集里面 我们有个方法就是从网页抓资料 那你先录完之后 然后再写一个回圈 把它包进来 一个抓下来就放了一个新的工作表 换下一个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那这样的话 很方便的按下去 资料就从网路上面 全部都帮你放到工作表里面 然后呢你再结合其他的自动化 那不是很多事情都可以按一下 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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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就全部下来了 可是难度应该会比较高 但是实用性也比较 也蛮高 这里我想各位 试试看 把这一段呢 把它再加上去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不过如果你懂的这些方法 就是一样啊 就是用Excel就可以了 也不用啊 不用简报档 没关系 你就是来demo一下也可以 对demo 那如果说你贴心 要贴心一点的话 你可以先自己截图 就像我帮各位截图的嘛 你可以先第一个画面 那你先讲一下 这个画面要做什么 第二个画面要做什么 第三个画面要做什么 第三个画面做什么 然后你再demo一下 这样会当然更好了 OK 简单一点就好了 放轻松 那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就 就是说 尽力而为啦 那 反正抱着学习 这种快乐的心情 其实我觉得学习 就像说我一直都在学习 你看我在一个新的环境 要能够很自在 在那个环境里面 那你就必须要学习 如果你学到一个程度 你会发现好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很悠哉 而且可以 嗯 无论到哪里 你都有一些新的 这个这个 可能有一些新的发现 像我 在这几天也是一直都在学习 学一些怎么样 到一个地方 用一个最快的方法 可能花最少的费用 然后得到最大的乐趣 有时候其实不见得一定花大钱 才能够得到的东西 OK 这里的话想各位 把那个今天主要的这几个 包含就是说 怎么样做那个地址合并 然后呢也许是用VBA 再来就是多了一个 稍微比较难的就是 查询系统 那查询系统的应用非常广泛 你以后 只要是有那种查询 资料的需求 今天讲的都适用 不一定是查文字 查数字也可以 但是数字可能要两个 你可能录制的时候 你会有两个条件 从哪一个数字 到哪一个数字 它一样会帮你查出来 那你将来就是input box 两个就好了 一个头一个尾 它就帮你把结果查出来了 那其他当然你可以再做表单 有的人可能是想要做表单做查询画面 可以做得非常的复杂 那以往可能要做一个这样查询系统的话 那个费用都非常昂贵的 而且不见得人家会愿意帮你做 但是如果你做出来之后 你的效率自然就提高了 你要查什么 就可以很快查出来了 不然的话以前我看很多人都没有效率的查询资料 查半天还查不到资料 而且还查不对资料 还查一点点资料 那怎么办 有没有办法快速的查出一大堆 就是你要的资料 今天的部分 OK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那下下礼拜 下礼拜因为选举的关系 我们就不上课 所以下下礼拜 那也不用太有压力 那即便说你没有东西要听同学讲也没关系 如果实在是做不出来 反正就听大家分享 那如果可以程度够好 比较好的或者是说比较资深的学长 也可以多分享一些 当然 因为在座有一些同学是 已经都听过那个进阶 或者听过 已经听过不止一轮的 那应该可以 不过量力而为 不要有压力 不要说因为压力太大 下下礼拜就不来了 所以反正就一种经验的分享 那主要目的就是 怎么样快速的把一件事情解决 解决方案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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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